第一个工作 我们必须要团结一致 不要有任何党内的纷争 或者是人事 一个人事方面的纠缠 第二 我们必须今天要误视 那些非常积极 而且呢 是能够牺牲时间跟精神 为这个党 为我们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贡献 也必须呢 要把好个人的这个品牌 另外呢 我们也必须要开始经营了 我们必须要开始经营 不要等到最后一分钟 什么都不用做 到时候宣布的时候 全部手忙脚乱 也不懂谁要上阵 我希望呢 今天我们的区位 必须要开会来检讨 这有一点 我必须要给大家知道 最近我们党的一个报告 也显示出呢 我们509之后 退党的全国 只有1000多位 但是呢 进党的在509之后 入党的有3000多位 我们在团队中 团队退党的只有区区30位 但是入党的有188位 各位 这个选手 虽然大选团队失败了 但是还有很多的怀同胞 他们还是认同 马华在过去 如何的艰辛 为我们的华盛人 来打造 拥有一个更加完善的体系 尤其是呢 我们能够继续的 维护一个中庸 一个公正 一个公平的一个社会 我们能够继续的